5月30日,商务部在北京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 美方的贸易霸凌做法最终损害美国自身 买单的是美国的消费者和企业 高峰表示,中美贸易不平衡主要是由美国出口管制等非经济因素 以及储蓄力低等原因造成的 加征关税根本解决不了贸易不平衡问题 只会使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消费者受到影响 美方的贸易霸凌做法最终损害的 是美国自身 买单的是美国的消费者和企业 纽约联储经济学家最近的预测表明 美方加征关税措施 将使每个美国家庭 每年平均损失831美元 美国一些智库的研究也显示 如果美方的措施持续下去 会导致美国的GDP增速下滑 就业和投资减少 国内物价上升 美国商品在海外的竞争力下降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消费者 感受到加征关税的影响 针对美国对一些中国高科技公司 实施贸易限制措施 高峰表示 美方的贸易霸凌行为损人不利己 中方坚决反对 也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 对于美方的贸易霸凌行为 中方坚决反对 也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 贸易霸凌行为损人不利己 将会损害中方利益 损害美方利益 也将会损害整个世界的利益 给世界经济带来衰退性影响 对全球的产业链 供应链安全 造成巨大的冲击 这种错误做法 已经使美国政府的形象和信用 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到 中国是否会对苹果公司 进行某种限制 以此作为美国打压 华为公司的一种报复手段 高峰表示 中方多次强调 所有在华外资企业的合法权益 都将得到中国政府的保护 中方多次强调 所有在华的外资企业的合法权益 都将得到中国政府的保护 我们将坚定不移的 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 继续致力于为各类企业 打造稳定 公平 透明 可预期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高峰表示 中方始终认为 合作是中美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同时 合作有原则 磋商有底线 中方绝不会接受任何 有损国家主权和尊严的协议 在重大原则问题上 中方绝对不会让步 制作用 中方绝对不顾和尊严的协议 我们就去重大幅境 有缺丽的conom力 和尊严主 那是